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警报已经解除,就像大家看到了这样,我身后的这些官兵呢,他们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搜救和核道清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,那可以说现在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呢,就是这个核道的清理。 现在呢,所处的这个天城市呢,就是在一个长江的南部,也是在安卫省的南部,从今天一点钟开始,整个现在这个酱子呢,就已经下来了,但是呢,一直到今天,中午呢,一点钟的时候呢,整个天城地区它的降雨量还是比较小的,大概是在发展出的毛病,但是过了一点钟以后,到现在,一个多小时的时间,现在预备很继续地增加,这个预备的级别已经增加了,这个预备的级别。 所以,这一轮的级别,已经在中国的公共的事件,最上的事件,已经发布了,以下的灾害阅际与案的分析享用。现在聊也到,这一轮的这个强降雨量,平均的降雨量将达到150到200欧米。那局部地区的降降雨有可能会达到300欧米。 所以,宝贝,快点玩啦,不敢玩,哎呦,吓死了。 当时三位女警正在旺博县县途办公。 这时候呢,听说他们所在的辖区就是哪一阵出现了风暴灾害,就立刻返回辖区来救兵群,又被刺散,又转移到安全地区。 我来看。 我来看。